我國中的時候胸部太平了 然後就被大家笑 所以他們就叫我 小芝麻 自己挖的坑只好自己跳下去 我們今天錄這一集我還知道 立榮從小其實是討厭我的 是一剛開始會覺得 女生怎麼那麼娇氣啊 大個學而已耶 要幫我媽拿書包這樣子 我跟立榮是太愛看八年檔啊 韓劇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很流行 藍色生死臉 我們就會默默把那個 最討厭的角色就是給 灌大家身上 然後就會故意隔天來的時候就說 就是這個角色的這種心愛 欸 心愛 然後就很莫名其妙 因為她好像沒辦法看電視 我不能看 最好的朋友才能這樣虧 Lulu在個人YouTube頻道 要來兩位國小麻吉一起回憶過去 同時公開畢業紀念冊 和當年的各種求是 我國小一天之內 一定會接到兩通以上說 黃金 你有操練落鋪嗎 然後還有人就是口齒不清晰的 不曉得 然後後來說 我聽人說 黃金 你有操練過嗎 你有操練過嗎 你 你有操練過嗎 不是 其實有點簽字 想大家簽字喔 因為我的表情是這樣子耶 然後你看國小我就在主持了 我應該是第一代 Jobby的同學 Jobby也沒有很有錢 可是要 就是給誰給當 對 還會辦生日會啊 什麼的 對 對 很厚道耶 天啊真的很激烈耶 我想說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胸部太平了 然後就被大家笑 他們就說 Lulu的胸部很笑 所以他們就叫我 你自己要講嗎 叫做小芝麻 有一天 我在反正我衝不了 他們全班都笑我 媽的血淋如果不告訴老師說 為什麼全班都在笑我女兒 老師就生氣 老師有一天就這樣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霸凌黃露子英 也曾經笑過黃露子英沒有胸部的 通通到老師辦公室 就去導師 我也有站起來嗎 連你也有 希望大家不要這樣笑你同學 而Lulu的明星夢哥 是從當時最夯的手工卡 配合畢業小本分 看得一清二楚 這是你給我的第一張簽名照 欸 而且那時候很誇張耶 你就是去拍了這個之後 有一天你就拿去學校 然後就是 然後就會每個人發一張 然後他就說 欸你要好好收著喔 這時候我改天我價值 延正 我還記得 你會這麼多獎 然後自己真的就是在這邊 簽了名耶 子英 我記得我拿到好像是Lulu的 對 因為我有練兩個簽名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還沒想到藝名 你知道我收這張簽就想說 嗯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 我們那時候把這個走出來之後 就覺得 天啊 看到這個真是老類綜合 我完成了我的夢想 我未來只想是 成為 明日之星 真的嗎 真的有成為吧 有一個同學 就在李立龍那一本 他就寫 LOVE 黃露指音 他很前衛 他真的走在世界最前段 下面還寫 蕭掌 哈哈哈哈 他是很明目張膽的 告訴全世界說他喜歡我 我還記得我生日的時候 我覺得你送我禮物 我就回送給你一支吸管 蝦子吸管 我媽做的 然後他也有送我禮物 他就一直很期待 也收到蝦子吸管 但我就是把最後一支蝦子吸管 拿去給丁搬一個喜歡我的男生 但我就是不給他 你好乖 超乖 我發覺就從國小到國中 那種對於那種 對你有意思的男生 你都會 對他們好像就是很冷漠 你知道什麼高人的形象嗎 對 你們不要靠近我 我胸部很小 愛懷人配偶蘭 妳一點就會 告訴我是誰 誰是高痛開 妳的靠出來